那么总之期间的饮食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我们总之手术过后的饮食 那么手术过后一般我们吃冷一点的 千万注意不要吃太热的 也不要吃硬的食物 那么硬的食物你在咀嚼时 可能干扰创口的愈合碰到创口 那么这是我们在手术过后的饮食注意 当然我们从中医上讲来 还不要吃糙火的东西 太心大的东西 也会引起局部的一些反应会比较重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我们在种植牙完成治疗以后 我们的饮食方面也要注意 那么不要吃太硬的食物 在种植牙刚刚带上一天之内 不要吃粘性过大的食物 那么这也是我们在平时需要注意的 那么戴完牙以后 在自己日常的使用中 避免吃过硬的食物 这也是一个常规常理 因为我们的任何一个修复腹体 它的使用次数和它的承受的力量 那么应该是有一定的期限 有一定的限度 所以如果吃过硬的食物 会导致它的寿命有所减短 好 所以这些是我们平时要注意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